阿弥陀佛 上师您好 我是季谦 我读了我们根本上师的这一本 第163册 渡过生死的大海 英文版的 Crossing the Ocean of Life and Death 我也大力推荐了给我的观众读 读了之后大家都说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是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依然不明白 那我听说 脸月上师 您从台湾来到新加坡这里 这个星期天 2024年3月24号下午 两点有临终关怀的讲座 是和这本书的内容有关的吗 那当然 临终关怀是一个整体的法教智慧 它可以延伸的层面很多 根本上师写了这一本渡过生死大海 简直就是把我们临终的指要 全部为我们做开示 临终关怀的教法的核心 它要了解我们的中阴 中阴到底是什么 我们非常熟悉的灵魂 到底灵魂是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 因为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但是在教法当中 其实灵魂赋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所有意念的一股能量场 我们除了色身之外 肉体加上灵魂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个灵魂也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所有一切意念的能量不管是善是恶是怎么样的意念所形成的一股能量场就是我们灵魂的品质了 我们从这个灵魂最根本的元素来了解起我们就会更加了解我们的灵魂关怀不是教我们如何死亡 而是教我们如何活在这一生最有意义的生命当中 有生必然也有圆满的时候 当我们这一世活得非常有意义的时候就明白修行的重要了 当我们对于灵魂对我们的意念对我们的信念有了更彻底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中最圆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很正确的认知了 那当然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也会教导大家除了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之外 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亲的亲人面临生命当中的病苦 乃至于面临生命中最后最重要的时段 我们怎么样带给他最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灵性安宁的力量 我也会在课程当中来提起 请问上师您觉得怎么样的人应该来上这灵中关怀的课呢 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来上这个课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生命都需要有更正确的认知 对我们的灵魂当然需要更正确的认知 当我们了解灵魂是一股意念所形成的能量场 那么从这个点开始 至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大不同 因为我们会慢慢地去察觉我们自己的意念 我们未来的世界就在我们当下的意念当中 听上师您这么说 也就是在告诉观众们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灵魂的去向 是可以有主权的是吗 是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掌握这个主权 不被命运操控 自己来 谢谢上师 这个星期天下午2点在雷藏寺新加坡29号19巷 新加坡邮区388500 欢迎大家前来共襄盛局 入场免费 期待我们在新加坡雷藏寺相见 阿弥陀佛 我介绍过的这网生三宝 网生被 甘露丸 以及七宝连池沙 您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需要有一个人来指导您 上师经验丰富 对于临终关怀 他一定能够很圆满地回答您的问题 我是李吉千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1月60很吉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